哈喽,我是炎儿,大家早上好 一大早呢,牛叔很非常辛苦的给我们几个做了馅饼 我们一起看一下馅饼吧 哇 牛叔,牛啊 王哥,尝一个,哎呦 老牛同志,你好 你尝一个 睡得怎么样 晚上睡挺好的 睡得挺好 真香吗 是他自己亲手擀的皮 弄的馅儿 自己亲手弄的,尝一个给个面 那个鸡蛋呢 就是在这做的 烫不烫 来 牛排馅饼 这很有意义 哪一个 自己擀的皮 在这个 异国他乡 能吃到自己做的 这个 这是怎么 自己亲自擀的皮 都没法移入 牛叔 就像老顽童一样 快乐就这么简单 对 就这么简单 就一个馅饼的简单 就这么简单 是吧 他们昨天吹糊了 有没有时间 嗯 身体好 有时间能走出去 身体好 有时间他也走不出去 这位是吹笛子的叔叔 还有牛叔 我们给他们拍个合影 我横着拍喽 可乐 哀 又挨不掉了 是 好 可以 ст 那是 高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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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热乱 太喜经了 牛叔 高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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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你啥时候过来 高热乱 高热乱 草原的意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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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点子 然后你朋友帮忙一起焊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锁扣特别紧实 下面一挂下面一按 自己干的 我靠在充足买的 这壶不是我的 我的壶 这给你烧水 哪个 热水开水 那这么烧啊 啊 这个自己烧了 啊 对这个地方可以插头 啊 还能保温呢 烧完没有 烧完了 热的 那你灌一个湖里就行了 我扫好王哥呢 特意被我们准备了土豆烧太子 哇塞 大排骨 中秋节 谢谢嫂子 没事 不用谢 嫂子真好 我们都过来吃了啦 哎呀 我 你们大老远来的 远到来的就是客 行 谢谢 谢谢 今天一大家子整整齐齐在这里吃饭 哈哈 我们过提前过中秋节了 那个时候烙的这个饼太香了 太香了 真的太香 好吃 香 香吧 香 她说是把包子摁扁了 然后就是成馅饼了 哈哈 哈哈 我那个 开心啊 昨天大跟娘要开国道去北京 我们跟她道别 烦了 没有啊 她要找小罗去说一声她先走 我烦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拜拜 我们的老牛叔 还有 王温暖的男朋友小罗 他们要去追王温暖了 哈哈 我还到我 我才不熟悉 拜拜 老牛叔 完了 老牛叔 着急了 去吧 去吧 去哪里 哎呀 导航呢 家在中 等 哎 他这个网络是什么 来的时候从这路口过 没有 他这个网络有点 严细 你把背着放上边 我说一烤就完事了 对还舒服 哎 哎 哎 头那么一歪 把鞋那么一脱 哎 鞋那么一脱 爽了很 哎 没事 睡不到他 小罗里没得没显了 你们拿个袋子 给你们看看啊 就是这环境 下面是我的包 哈哈 太帅了啊 慢点 小罗就要敲 小罗就要敲 不要敲手啊 不要敲手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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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叔拜拜 牛叔啊走了 小罗拜拜 拜拜 拜拜 嗯 对 你看 他上面还有那个 对 你看啊 左右白 太有意思了 哈哈 哈哈 你一看就觉得好好玩 并不是那啥了 就是好玩极了 就都是老顽童的那种 特别有乐子 对就是 王嫂王哥不但是会弄麻辣烫 而且还养性格养的特别有 开车送出去的时候 这小鸽子从几十公里之外 还能自己回合架 几十公里啊 那就八万 一百八百几千二百万 几千公里 几千公里 对 现在这几十公里 都能飞回家 很远的地方 回来的那些前面那些 冠军亚军季军季军这些 是最前最多的 啊 那你们基本上能拿到名次吗 不是 前年拿名次了 去年有意义 第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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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公里数 公里数是统一放的呀 统一 我整个一辆车 空巨 跟着你的路走 是空中直线距离 就跟我们一样 赛鸽一样 就是七宝先生同时走 那一年放的是五百零七公里嘛 到就你们过来的那个 五威过去大径 太牛了小鸽子 这你们跑到第七名也挺牛的了 但也是有原因的 嗯 在一个公棚养了 小鸽子 这你们跑到第七名也挺牛的了 但也是有原因的 嗯 在一个公棚养了 密度大 用药用得很 嗯 就跟你人一样 是要三分多 嗯 对不对 那就各方面 飞不回来的也多 他养的可轻轻了 鸽子 咱们的脱线补盖了 整理的都要做好 你们养了几只 他养的多 七 哎呀 一万只 六十九只吧 现在还有 六十九只 不算送去打比赛的 现在我们每年都送去打比赛 哦 他每年都送去打比赛 那你不打比赛 那养的不就跟那种肉鸽似的了 吃就行了 咋样搞的 前年拿了个第七名 今年拿了个五十三四百名 真的 真有意思 他前两天把鸽子蛋都放到 我们家路由器的机体均匀都放出来了 闲得没就是干 闲得没就是干 他把鸽子蛋放到那个路由器上 你盖了个毛巾 哎 敷的敷的 结果一看蛋里面就是成型了 一敷敷的 就会出来了 都出颗粒出来 出来了我都不知道 不知道鸽子自己都掉出来 掉到地上了 掉到地上 他的外具啊 掉到电视柜下面了 爬地上找外具 爸爸一只鸽子 我懂蛋哪来的鸽子 我没往下抓鸽子 哪有鸽子 我都还没想到那个蛋 他说就是有 你过来看 结果那只小鸽子从路由器上孵化出来 马克路由器上孵化出来 路由器不是用转着痛吗 这把没大鸽子喂吗 我也不知道 然后你把鸽子带放路由器上了 路由器 小鸽子从路由器掉下来 掉到地上 在那电视柜下面呢 他不是带壳里面 他有点营养 他能活一段时间 结果呢 他去找外具呢 爸爸一只鸽子 我说哪来的鸽子 鸽子都在楼上呢 我说 你把那个活下来了吗 很冷 哪 不然现在完了已经死了是吧 当时活呢 然后就已经就是说是 炎炎一息的 赶紧就被那个那个 抢救 嗯 弥粉 打了点厚火 用针管吸上去 弄进去 第二天就死了 他毕竟不是太弱了 对一个是太弱了 再一个 他毕竟不像是 他那个受热啊 不那么均匀 他不翻 就是鸽乳那样的 鸽子 出化的鸽子人家有鸽乳 刚浮出来的鸽子人家有鸽 行拜拜了 好好学习啊 你说好的 你说等我好好学习 考好多大学了 我会去找你的 真的吗 你说真的 你说肯定忘不了你 是吧 再见明天我来找你 你能忘记姐姐不考好了大学 不会 哈哈哈 现在你们慢点 姐姐明天我再来找你 走吧 拜拜 啊再见再见 拜拜 哥我们走了 我们组团来了卫生间 王哥把钥匙给我了 我很少开别人的车 说是把车给狼哥 让狼哥去接他 我试试吧 我试试 脚灯子 这车距不是我习惯的车距啊 这个车距绝对不是我习惯的车距 很远 我坐正一点 还能看得到下面一面 然后我脚好像不太够 哈哈哈怎么办 家人们我已经找到往前挪的地方了 挺舒服说天天挺舒适 最前面啊已经都不动了 也挺宽的 这视觉感是真的很好啊 虽然我没有开车 但我感觉这个视针感很哇塞 跟我的车不一样 哈哈哈 我试一下啊 他的车钥匙是这么插进去的 亮了 绿灯亮了 就是ok了 哼 有意思 一样 没问题 刚刚全程王哥在车上帮我拍 结果我们忘了点开始 然后我 然后王哥问 狼哥你要不要去上厕所 哈哈哈 你帮我陪我去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为什么为什么会犯这样愚蠢的问题 王海囊哥 他的车跟我的车一样开的 可来自我哪都能开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 你的那个六湖八怎么那么难开啊 我没听说六湖八能开 你不会开说不会开 哈哈哈 我不会开 不开了不开了就这样吧 我已经跟他们交代了 我们已经平安的送到基地了啊 我们已经平安的来到基地了 但是我是手心出汗的 哈哈哈 你还坐别的车 你肯定会出汗了 我开车很老司机的 嗯 没事 ok的我跟你说啊 下车了 到地了 哎呀 刚才全程拍了 结果还没点开始 王哥正好在车上帮我们拍嘛 哎呀 你干嘛去 你到哪打水 这有个水管子 你不要开车去吧 不用不用提啊 你去开过去吧 你这样 那你开过去吧 你去吧 我做视频的 你的车跟我的车一样 哦 老车一样的 对就是这么躺啊 我做视频你就这么躺 知道不知道啊 我做视频你就这么躺 知道不知道啊 我做了一车 我做了一车 我知道 我做了一车